当地时间5月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里吉特举行的欢迎宴会。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时,受到马克龙和布里吉特的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亲切合影。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应邀参加宴会的法国各界名流代表,互质问候,亲切交流。 习近平发表著酒词。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再次访问美丽的法兰西共和国,感谢马克龙总统夫妇和法方的盛情款待。 中法是特殊的朋友,中法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一对特殊的关系。 特殊在独立自主。 六十年前,戴高乐将军做出同新中国全面建交的决策,这在冷战背景下输为不易。 六十年来,两国历代领导人始终不畏浮云遮望眼,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 第一位正式访问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是法国总统。 新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的西方国家是法国。 中法交往的每个高光时刻,背后都有独立自主这一有利因素做支撑,值得被珍视、继承、发扬。 特殊在相互理解。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 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福尔泰等人,为法国启蒙运动提供了启迪。 上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则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培养了大批人才。 今年是中法文化旅游年,相信两国将以此为契机,从彼此文化中寻求更多智慧,汲取更多营养。 特殊在责任担当。 历史多次证明,中法携手能够造福世界。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延荡不止。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日益艰巨。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担负更大责任。 我和马克龙总统一致同意,将秉持建交初心深化中法高水平互信和合作, 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和协作, 共同为迷茫的世界注入希望,为人类的进步探索方向。 我相信,有历史的沉淀,现实的基础,未来的蓝图, 中法关系必将如春天般充满生机,欣欣向荣。 蔡奇、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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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attaching 聞药导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产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